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因為這邊 到底馬總統跟那個陳董 他們本身到底有沒有會面 源頭是從嘉義來的 他們今天把歐崇義特別找來了 現在南部隊怎麼傳 那個消息你剛剛意思是什麼 要順重一點 消息來源是什麼 有可能是民進黨給了一週刊消息 有一位曾經在嘉義 待過的綠營的相對重要的人士 現在在蔡英文身邊 出了一個搜主意 這個搜主意就編造出 今天在一週刊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故事 這故事是一個拼湊出來 而且這個故事 拼湊的目的是一石二鳥的 請君入後 第一個看馬總統會不會說 我完全沒見過這個人 那馬總就會中了 結果我們並沒有這樣 我們就據時已告 那一石二鳥的第二隻鳥呢 就是可以打中 桌水溪以南 這些綠營的長期依賴的金脈 然後呢 他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 去犧牲掉一個 他們長期照顧他們的一個恩公 也就是說 其實他有點像孟長俊一樣 仰氏一樣 對每一個綠營他都蠻不錯的 可是呢 這一位人士所出的主意 因為蔡英文系統 他完全跟這個金脈是沒有關係的 跟這個支持來源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把這邊打斷 對於北部的綠營 想要奪權是有幫助的 所以一石二鳥兩隻鳥就是這樣 你說他本來第一次想要經營什麼 就是說馬英九如果佛陣說都沒有見過 他們手上可能有他080或者09 因為那是公開性的會晤 不只是三個人或兩個人的會晤 所以那很容易取得照片 而且取得照片也可以把 這個總統跟這個陳總之間 他就直接恰掉就好了 好像是那樣 他可以用這個辦法 所以他可能有以前馬英九跟陳總碰面的照片 那他國資的故事 真正的目的 就有點像另一種飛船光碟 那他一石二鳥第二隻鳥 就是其實重點 另外可以打他們自己的綠營 運鵬他在講的 那還好馬英九有陳正 是在08跟09是沒有錯 要不然就拿舊照片出來 馬英九就是最好的政策 馬英九從進兄講這一段 我相信我們總部已經應該有注意到 因為這一點是對我們黨 所以他也會有他的法律問題 我必須要講說你剛講的 我認為不合理的地方 我還沒有指名道姓嗎 沒有那是對黨喔 沒有那是對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法人也是可以對你 有一些那個啦 所以說蔡英文現在在選舉 你如果說有什麼金脈什麼都沒關係啦 為了馬總統的選舉 跟你馬英九的選舉 我斷了南部的金脈犧牲掉 無所謂 我覺得選舉重要 但是你說蔡英文現在有能力 然後做到說 我去把南部斬斷 然後為了民進黨以後的北部奪權 這個我認為不合理啦 第二個部分說 我也要幫益州寬講一下話 我今天特別在來節目之前 我再去把那篇看了一下 他也是對於這一次 2011年9月這次 巨細迷的寫什麼在外面 怎麼怎麼有的 誰寫著巨細迷 然後後面還說有人 有兩個有人證實啦 易周刊如果說到法庭上面去講 我這一篇來源都是你講的民進黨那個要教 易周刊的信用是破產的 易周刊還是要有其他非消息來源的查證管道嗎 我不相信易周刊這篇完全沒有去查非民進黨 我不會在節目上講 可能國民黨或馬總統總部那邊聽到說 有可能易周刊是破產民進黨的 所以他們一定要照下去嘛 到法庭上如果易周刊發生說 你只聽民進黨片片支持的話 民進黨跟易周刊都是 對 所以現在南部既然現傳成這樣 就回來回答齊凱剛才的話嘛 就說南部會怎麼想這件事情 就是你有意在借他的整個身家 那人家明明這幾年都做的是好事情 你故意把過去的剪接在一起 然後再加上政治的鬥爭 那使得一個本來形象很良好的家庭 就被你完全污蔑化了嘛 但是非常不講道理 好 謝謝今天重慶特別從南部趕上 那代表一部分的生意 可是因為這個議題 老實講說是民進黨給的 這個太嚴重了 所以這個議題我們等求證過 包括民進黨那邊有進一步 我們再討論好不好 這個我們就先打出 那馬英九告了蔡英文 蔡英文今天有出來回應 我們看他回應的有沒有道理 包括剛剛記好跟他報告的 國民黨怎麼樣追打 到底有沒有效的 我們看蔡英文今天怎麼說 我是被告的法定代理人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提告這件事情 我覺得選舉的味道太重了 那做一個總統 如果他覺得有些事情 他要講清楚 其實他可以講清楚 那他不需要說 要以一個訴訟來證明什麼事情 做一個總統最重要 所以輝文 蔡英文還是追答 不是 他回應得非常不好 他說你做總統 如果要說明得清楚是沒有問題的 不需要走訴訟這一條路 總統再怎麼講 你們太厲害了 總統這沒辦法啦 你知道嗎 真正沒辦法 我跟你說 我也說不定 我現在看看民進黨 所有立次選舉所用的 就是說在形象上 抬高自己霧衊對方的 那補首很多 補首很多還沒有力量 封 我覺得封跟封 那是心肝不說很重的人 做不下去 所以我現在越看這種景象 我越不後悔 幾年前我離開民進黨 我真的看著看著說 好 哪裏怎麼到這種程度 我再講一下啦 剛才我曾經說 那人錢賺錢 如果錢賺錢 都做好事 那如果我賺錢 我賺錢 一定是晉賞的十倍 一定是十倍 還有天下說 錢好 藍綠 大家都對他很好 他不好 他好心 他如果盼心做盼 就死了 好心大家都做好 天下一片太平 這給人 這給人很壞 就是說有錢真好 第二點 有錢能死 鬼推磨 那個鬼要拿掉 能死藍綠一起推磨 你不會覺得這樣 好 我覺得 你就是羅冰漢 要求那些散向人 看到這個事情很難 沒有啦 雖然那種審議師 躺那麼多 他們就肩比較多 不是 有錢人就一定是好錢 這個所謂的陳董 我想辦法 可能剛好跟你相反 他就覺得很冤枉 我這樣子平常對你們這麼好 拿這麼多錢給你們 你們就為了自己的總統選舉 就把我給犧牲了 不是 本來知識分子跟政客 不是 本來知識分子跟政客 自古以來就是最無情無異的 所以我跟你講 怪不得黑道會講 你說黑道可惡 白道還更可惡 這拿人家的錢 平常拿這麼多錢 到最後給人家背後一刀 這組人不是比黑道都不如嗎 那我好想講 蔡英文剛剛講的那句話 說馬文九出來提告 選舉味道太重 選舉味道太濃 那我請問一下 你們抹黑人家 還不是為了選舉勝利嗎 那你去把人家講說 哪三億等等這些 不是一切為了選舉嗎 你因為選舉的目的 傷人家這麼重 人家想透過法律找回清白 你去說人家選舉味道太重 我只能是這樣講 有些學法律人 真會用詞 這個保護自己 然後攻擊別人 學法律的目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真是我是很失望的 來來 輝文來 對 這個 我覺得剛剛 翁崇敬兄剛剛提到說 是不是民進黨 有事先知情跟配合 我必須再講 再推 再往前推 其實齊凱兄話 耳聰慕明 你也早就聽說了 在一週刊還沒出刊之前 我們這個圈子就很在喘 那這是什麼圈子 台灣蠻骯髒誤會的一個圈子 我必須這樣講 這個是徐家欽之前講的 徐家欽說 蔡英文主席 不希望這個議題 變成藍綠的爭論 也要求所有發言人 不要再針對這個議題 主動發言 所以徐家欽 上個禮拜講的 跟最近民進黨所做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 徐家欽你只有一條路 就是辭民進黨 蔡辦的發言人 你這發言人 怎麼還幹得下去呢 你講的跟總統上 跟梁文傑說的都不一樣 楊文傑在友台講什麼 他說一週刊所得到的訊息 我們也有另外的管道得到訊息 你為什麼會有另外的管道呢 一週刊初刊當天 民進黨馬上去開記者會 早上那個週刊都還是熱的 有些便利商店那個鋪貨都還沒來 民進黨在立運黨團就開記者會 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說還沒鋪 一週還沒鋪 一週刊就開始弄啊 我還沒講完謝謝 我還沒講 雲鋒兄你要幫民進黨辯護我沒有意見 我把他講完 說民進黨有沒有跟一週刊一夥 民進黨跟一週刊心裡有數 你說其他人說 輝文你把政府拿出來 我又不是邱毅 我哪有證據 我沒有證據 但是我說會配合得這麼好 以一週刊的前科 一週刊以前是怎麼抹黑呂國華的 一週刊自己心裡有數 以前那個宜蘭官的官長 國民黨叫我一週刊 一週刊敢出來面對嗎 黎智英跟裴偉敢出來面對嗎 你們為什麼講家呂國華講 他講一集他就不講了 所以昨天 親民黨的這個 對不起 那個陳振勝委員他說 明天一週刊 我當然知道明天會出一週刊 如果你是陳振勝 你怎麼知道明天一週刊要寫什麼 沒有了 沒有啦 有委員說沒有了 齊海兄你在媒體待得比我久 你覺得明天一週刊還有沒有 我說關於這個新聞 我不敢判斷 你不敢 那我幫你判斷好了 以張祺凱的專業告訴我們說 明天一定不會有 沒有啦 說有 不夠寫啊 明天我就買啊 對不對 75塊有什麼不能買的 就買啊 買10本我們一個人1本 好啦 沈醫師這個錢我出啦 我說一週刊不重要 另外是民進黨用這種方法 他有了沒有 因為這數法也查不出來 民進黨做的人 所以我要呼應翁崇町剛講 他講的我認為是有所本的 我告訴你 輸我差一點 因為你一週 上個小時我就講了 一週刊沒有必要替民進黨背書什麼 所以你一到法院去問消息來源 如果真的是民進黨提供給他的話 那一週刊也只能講嘛 我是從這裡聽來啊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所以梁文傑說 他們有另外的消息來源 你說一個媒體看出來之後說 我們進行也聽給 那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只是我一直覺得說 競選總部 何必要把這個事情攔在身上 搞到重點不在陳寅柱嘛 搞到陳寅柱要透過律師去 把他跟民進黨的關係都點出來 剛才從政中間來講到一大堆 不然還是 一週刊跟馬總統的事情 跟陳寅柱的事情 民進黨的行為之後 變成那個禁骨 你畢竟之前 我告訴你 民進黨會把他攔在身上 有兩個可能 一個就是說這些主力 這些炮手 他攔攻 第二個呢 強化 強化 強化一週刊的活力 你覺得這個 有啊 我覺得有可能 所以輝文剛才說 我們事先知道不見得 因為你是因為開記者會 那麼早 那麼快 那個如果是我今天當發言的話 我不是買到一週刊 我嫁人家說 我講得比較清楚 只是說我會一直拿一週刊做 這是一週刊講的 我不會說我有另外消息管道 你也不會加碼對不對 我的個性不會啦 但是除非我聽過 所以我很 我認為梁文傑講那個是 另有管道 那個到底是一手還二手 我不曉得 所以而且在這種事件上面 那個管道通常到最後不會出來